徐州在我心里一直都是美食天堂的存在 这次呢用了一天的时间二刷徐州 这些特色美食都能全部吃个遍 第一天下午到徐州先去打卡了复国街 这里有一个盐厅卷饼 食材超级多 你可以随意搭配任意混搭 满满一大个只需要十几块 就是这个辣度辣的让人晕头转向 不过是真的好吃 第二家老正烤肉精是这条街排队最多的店 它的料裹满了美一根喘主打的就是一个入味 再往前走的这家臭豆腐也蛮不错的 重点是它的泡菜酸甜解腻 对面还有一家多椒卷面筋 是臭豆腐的姐姐推荐我们的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 这个多椒酱的威力真的是不容小觑 大家可以来试一下 吃了这条街的这些店也就差不多用了半个小时 第二站就是徐州米线代表队 我们是单独又加了一份肉酱 这家店是真的很舍得给料 吃上一碗徐州米线 这次的旅程才算是真的圆满 开放辣椒的快乐也是体验到了 顺着这条街走个五六分钟 就可以看到羊盘肠夹烧饼 这家的饼做的真的是很出色 很多人就单独买十几个饼 我们这两个羊盘肠夹饼大约是30块钱出头 羊盘肠是比较热乎的 那个料味比较重 所以说不会有想象的那种山味 吃起来真的是蛮香的 一定要趁热吃 晚上必须得来吃一顿徐州的靶子肉 冰糖肘子靶子肉 红烧肉统统都得整上 在徐州一天吃了恩顿 卷饼靶子肉还有烧口 多亏了应该见的细梅汁 能让我们吃撑着肚子扁下去 我特别呢都会带这种小包装的细梅汁 它喝起来就是酸甜的口感 清爽简腻 而且用的都是定红细梅 这一袋子呢就相当地吃了几十颗细梅 它还是零纸了 吃多了就得靠它 这家店就很合我的口味 我们三个百分之后感觉更多的是一种咸香吧 这边就带点甜味 甜辣口就非常的下饭 我们三个人一整个埋头 吃米饭就炫了好几碗 下一站打卡 蜂蜀街 这也是一条要留着肚子来狠狠吃一顿的地方 像鸡柳卷饼你得吃 它的口味也是偏甜辣 它这个饼味炫火 真的来这条街这家店是一定要吃的 番茄红烧肉是全天都有 但是饭点菜的种类更多一些 当家花蛋红烧肉肥而兵腻 往前走还有一家粉蒸肉 老板也是推荐我们卷一个饼吃 这个的口味就是因人而异 觉得腻的可以吃一碗满满都食料的冰沙 我们等到七点半左右 OK哥就出摊了 来到了徐州著名的鹰鱼角 感受到了OK哥的可爱和热气 转眼到了第二天的早上来吃了徐州的踏膜 真的好酥脆 同行的小伙伴真的很爱 开启早饭的第二顿 锅鸡老味肉火烧 有牛肉和猪肉两种 料也是主打一个足 再先煎 然后后烤 再这个皮不是一般的酥脆 我们点了一个顶配的 吃起来就是酥到吊渣 香到家 这个推荐大家来尝一下 安慰稍微的休息一会儿 我们就去徐州的博物馆逛了一下 中午可以找一家烧烤店 这下算是把徐州的特色都给吃全了 我们在徐州吃的最后一顿 是下午三点半才开门的 无自访车豆腐 和咱们认知里的车豆腐完全不一样 里面嫩到不像话 甜辣酱真的非常给力 我们吃完这顿就结束了我们徐州24小时 还没有来过徐州的姐妹 真的别再犹豫了